指揮中心确诊手版数字连连往下降 疫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指揮中心也拿出全台专责病房数据佐证 和过去一个月相比 全台收治人数从7588人下降到6626人 是过去两周以来首次降到7000人以下 看起来收治高峰似乎是过了 但医界认为疫情是否趋缓 关键不在确诊数而是死亡率 台湾的医疗其实没有那么差 不该死亡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 我们的通报黑数 死亡的数字如果也能够往下掉的话 那表示疫情一定在反转 医师王任贤认为依照常规来看 死亡率万分之三配合确诊数来换算 本土若是新增6万多例 应该只会有数十例的死亡 但现在仍然在百例以上 显然台湾的疫情还没下降 甚至还有确诊后复发 以及二度重复染疫的问题 判定从临床上是比较困难的 建议就是说你如果第一次感染以后 间隔四到八个礼拜 然后又出现同样的症状 而且会有快塞阳性 或者是PCR阳性的佐证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大概是二度感染 医师也说很难认定 是康复后复发还是二度确诊 主要中心也在16号召开了专家会议 讨论二度确诊定疫 不过是否可以重复领取隔离书 还有如何判定仍然很模糊 台湾想和病毒共存 看来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环宇新闻张家宝 环宇竹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